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你的闺蜜小姜 呃,我又买龟了 OK,那这一期要开箱的呢 依然是一只红面蛋龟 这只红面蛋龟呢,也不是我特意要买的 我只是在刷其他龟的时候 无意见看到的 但是它的头实在是太红了 而且一点黑色素都没有 这对我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于是我没忍住就又剁手了 这只红面蛋龟呢,它的背甲是6厘米多 虽然背甲呢,没有小红眉看起来那么漂亮 但是它的头真的非常优秀 开箱以后呢,要静置两个小时以上才能够下水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它在小盒子里的样子 那它现在呢,胆子非常的小 所以说呢,也不露头 但是呢,露出来这一点点 我们可以看到它头色呢,还是很红的 尤其是它的这个小眼神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呆萌 就好像一个大聪明 好,那接下来呢,大家看一下 它入水饲养了4-5天以后的样子 那它现在呢,是和小红眉一起住了一个标间 而且中间呢,我也用隔离板给它隔离开了 互不打扰 它的这个背甲啊,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可以看到这个小家伙还是非常凶的 张口就像咬人 哎呀,嘿,你小子咬完人就闭壳 那这只龟呢,最值得看的就是它这个大红头 这个大红头我真的是爱了 通红通红,而且一个黑色素都没有 大家可以仔细看 它这个爪子啊,都是通红通红的 比小红眉的要更红,而且更纯净 那它开始呢,也是挺顺利的 到家两天以后呢,开始就可以正常喂食了 现在除了刚到家,胆子还比较小以外呢 健康状况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,那大家觉得这只龟怎么样呢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